VBA自動快速產生一個那個欄位 001加姓名就可以做得出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按不如點下去 有沒有 馬上002的人就出來 003 005 有沒有 剛剛005 所以這樣的方式 很快的可以做一個查群系統出來了 那以後你要查什麼 反正就快速 任何的資料都可以查 客戶資料 業務 然後什麼什麼 反正你只要身邊有任何資料 都可以很快的可以查出來 就不會在那邊到處找 奇怪 他把它打開 又不知道放哪裡去了 很頭痛 所以你介面就歸介面 全面都把它做個介面 所有東西一看 要查什麼 馬上就會有答案了 這樣處理資料 其實會快很多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一 本來旁邊這邊是有一個介面 你可以先在這邊練習一下 再把它新增一工作表 剪下來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貼過來 那你會想說貼過來 不過他很聰明 剛剛本來的範圍裡面有沒有 不是在那個這個工作表 本來是換到這個工作 你會發現他換到這個工作 他自動會幫你在前面加一個這個 另外你也可以 我們剛剛是用選範圍的 其實你也可以把什麼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名稱 有沒有 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們是指到的是這邊 其實你也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姓名有沒有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定義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對不對 它不就是一個姓名 它是一個編號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可不可以改成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編號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按F3 改成什麼 改成編號 這邊delete掉 F3改成什麼 改成姓名 確立 有沒有 變得比較簡單的 有沒有 最後的結果一不一樣 最後結果一樣 這邊也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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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 這個地方呢 還有這麼多 或是每一個都要做一次 每一個都要做一次 其實教個一個方法 不用 怎麼說呢 如果我把這邊刪掉 這邊也刪掉 那我需要做五個範圍 教個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五個一起選起來 五個一起按 從選舉範圍建立 只有選頂端列 五個喔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五個都幫你全部建好了 有沒有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以後 你有大量的範圍 全部通通要建立名稱的話 一次就全部完成了 好 這招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很像資料庫啦 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方式實際上就是把 Excel拿來當資料庫來使用 那以後再配合F3 F3 其實做事情就很愉快了 因為你很快就可以抓到那個資料 你也不用管說那個資料在哪裡了 所以這一套 我覺得可以讓你工作起來非常的愉快 心情很好 不然有時候找不到資料是一個很頭痛的事情 就跟找不到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像我的那個桌上有時候習慣擺個位 突然人家幫我整理 然後要幫我換個地方去 讓我找不到我就心情就很不好 有沒有 所以很常常會說你不要幫我動 我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 所以那當然你不可能說你的桌上有一個F3 按下去這樣是自動吧 所以以後是不是說每個東西上面如果都有一個什麼呢 像現在物聯網就是這個概念 它會自己告訴你它在哪裡 或者用什麼RFID 不過那個可能費用會太貴了 比如像現在什麼 現在比較大型的像那個亞馬遜 他們在就是做一些物流的時候 就會自動發報它的位置在哪裡 不過那個東西可能要大型的企業才有辦法做到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第一步當然你可以 也許你就是不用選取 你可以把它先建立一個名稱 以後用F3就可以去做查詢了 所以定義名稱再加上F3 那如果下拉清單的話 就是頂多是資料驗證 記得是資料驗證裡面的清單 然後給一個來源 以後所有東西 就通通變成一個下拉清單的 那這些東西的話 你只要熟悉之後 你應該就不會用舊的方法了 因為這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用的 好